但是,自从莫莫离队以后啊,其他队员都补上来了,而且训练成绩呢,还都不错 莫莫前阵子成绩不好,现在她病好了,已经恢复从前的成绩了 你放心,我监督她,肯定不会让队里失望 不是那么回事啊,老夏 你说你,你说师父怎么就这么一根筋呢,满脑子就想着让你回剑队,回剑队,回剑队 其实我爸这一辈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不听他的话 也没有好好练剑 你说这次我又被公司开除了 他当然又就是穷题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你说我说话太硬了吧 又怕惹他生气 拖一时试一试 这也不是什么解决办法啊 反正我是不会回去练剑的 这点我绝对相信 就算你这辈子再也不跳舞了 你也不可能回去练剑的 不愧是跟我一起从小长大的青梅猪马 还是你了解我 什么青梅猪马 青梅猪马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两个小孩一男一女 你不是跟我一个月长大的 是这意思啊 那还有什么意思啊 没有啊 我这辈子最大的不幸啊 就是跟你青梅猪马从小长大 我交代你跟你爸之间 帮你撒了多少次谎 编了多少破理又骗师傅 我容易吗 那倒也是 哎 说实话啊 我爸这人真挺难缠的 师傅 是挺固执的 但再怎么说 他还是你爸呀 我知道 没看最近我一直在哄着他 也没有跟他吵嘴 其实啊 我爸从小把我带大 也挺不容易 哎 这话 你怎么从来没说过呀 什么时候瞪我变成熟那么多 最近 今天的事太多了吧 跟以前的想法也不同了 也更能接受缩折 老夏 回来了 哎 见到领导了 我见到 领导怎么说呀 领导说 还有开会研究研究 开会研究 什么时候定啊 这个我没问 领导什么时候开会 我怎么好问 师傅 您就跟我说实话吧 他们到底是怎么说的 我不都说了吗 还要开会研究研究 那我自己去问 你问谁啊 我只是想知道 我能不能进集训队 对对对 问问清楚啊 你也别去问了 我实话告诉你 你离队这段时间 已经有新的队员补充了 而且训练一切正常 所以你进队 不太可疼了 你说什么 林草怎么可以这样 我女儿的黄金兵都治好了 凭什么不能进队啊 我找咱们平里去 妈 您就别添乱了 这根本就没有道理嘛 妈 算了 之前不是说过吗 这次我因为不行 还有下次呢 我不会放弃 老夏 怎么会是这样啊 默默受的打击最大 你得好好安慰他 不应该是这样啊 我去摇摇什么 我去摇摇 那也没想到 我去摇摇 那下面是我们的 我去摇摇 不是你约我出来散心的吗 怎么自己反而成为狐脸 你说真就挺过分的 那明明你的病就好了 为什么就不让你回集训队 算了 命理有时终须有 命理无时莫强求 你又什么时候学会这套 那怎么办 总得自己开解自己包 行 反倒我都想不开了 其实现在想想 有可能那时候 比自己压力太大了 总想比别人强 现在放下了 也想开了 要能这么想就好了 我就怕你还想不开 放心吧 通过这件事 我觉得我自己长大好多 也明白很多事 不会那么轻易放弃 行 走 吃的好吃的去 我请客 不是有这么一句俗话 有多大的欢恼 就有多大的胃 这是俗语的吗 我请客 我请客